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 1.米开朗基罗创世纪教堂顶的神话故事 2.哈姆维的戏剧 犹豫王子的悲剧 贝多芬月光奏名曲 夜的宁静与之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米开朗基罗创世纪教堂顶的神话故事 反正我们一起来探索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 这部位于范蒂冈西斯廷教堂顶部的壮观作品 首先我们得承认 如果有一个天花板装饰大赛 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 绝对是毫无争议的冠军 再加上这部也是一个艺术片 这简直是一场视觉上宴 一个史诗级的故事集 还有当然一个对于脖子的极大考验 首先让我们谈谈米开朗基罗 接下这个工作的情况 再加上一下叫横呼啦呼啦的走进你的工作室 说他又有个小任务给你 然后下一刻你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巨大的一个 巨大的脚手架上手持画面 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天花板 米开朗基罗本人其实更喜欢雕塑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当时心里可能在想 我怎么就接下这个活了呢 超时纪的故事涵盖了 从上帝创造世界到挪亚的故事 整个天花板被分割成了 九个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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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描绘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 这些画面不仅令人惊叹 与其艺术成就 而且还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深层次的讯息 比如说上帝创造亚当的那一幕 上帝如说上帝的手指伸向亚当 这一幕成为了人类文化中最广为人知的图像之一 但是米开朗基罗的幽默感 也隐藏在这些宏伟的画面中 比如有一幕描绘了挪亚最久后的情景 这不仅是对圣经故事的忠实呈现 也让人不禁想象 米开朗基罗是否在暗示 即使是圣经中的伟人 也有他们不那么光彩的时刻 最有趣的是 米开朗基罗还在一些角落 画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这些人物的表情和姿势 似乎在对观众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 庞佛在说 你把这一切看得太一切看得太严肃了 总之 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 不仅是一部艺术剧作 也是一个充满智慧 幽默和人心的故事集外 幽默和人心的故事集 即使在最神圣的地方 幽默和人心的光辉 也是不可或缺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姆雷特戏剧《流域王子的悲剧》 哈姆雷特这部戏剧 是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 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他讲述了一个丹麦王子 哈姆雷特复仇的故事 但如果你以为 这只是一部简单的复仇剧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一段谈文 那你就犹豫不决的王子 他在复仇的道路上 左思右想 犹豫不决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首先我们得承认 哈姆雷特是个思想家 版本卡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的经典独白 这句话即毁灭 这是个问题的精化 几乎成了犹豫不决的代名词 哈姆雷特面对父王被杀的事实 内心充满了复仇的欲望 但他的行动却像是在玩一个 我犹豫 我存在了游戏 但我们来看看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 首先他决定装疯卖杀 以此来掩然耳目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 但问题是他装错 但问题是他装得太成功了 以至于连观众都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疯了 然后他有机会杀死罪魁祸首克劳迪斯时 他又开始思考人死后的情况 本心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克劳迪斯直接升天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又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 不仅影响了他自己 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灾难 他的爱人奥菲利亚 因为他的疯狂行为而心碎 最终走向了悲惨的结局 他的好友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的恩 也因为被卷入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而丧命 可以说哈姆雷特的犹豫不仅毁了自己 也毁了周围的人 最后 当哈姆雷特终于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时 一切都太晚了 就在一条谈完其他几位主要角色 一起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有一场血腥的屠杀告终 让人不禁感叹 如果哈姆雷特早一点行动 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 总的来说 哈姆雷特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复仇的戏剧 他更深刻地探讨了人性的矛盾 道德的困境和生命的意义 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 让他成为了一场成文的文学史上 最著名的犹豫王子 也让这部戏剧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所以下次当你面临重办决定时 记得不要学哈姆雷特 不要学哈姆雷特 犹豫不决可不是什么好事哦 谢谢小刘子的介绍 那在上门介绍一下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夜的宁静与激情》 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这首作品不仅是古典音乐中的归榜 更是无数夜毛子的心灵慰藉 想象一下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独自坐在窗边 月光如水洒落又淌出了一段成为 而从你的音响中流淌出的 正是这首充满激情与宁静的奏鸣曲 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重演的盛宴 更像是与贝多芬本人的一致心灵对话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贝多芬今天还活着 他可能会是一位社交媒体上大明星 想象他发布的每一条推文都可能是 今天我又创作了一首让人无法抗拒的奏鸣曲 月光奏鸣曲 夜的宁静与激情贝多芬 我敢打赌他的Instagram上 会有不少以月光为背景的自拍 被闻可能又是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 只好写点什么来表达我的激情和宁静 但言归正传 月光奏鸣曲的低乐章 几乎成为夜的代名词 他的开头是一连串缓慢而深情的三连音 就像是夜的静谧在你耳边低语 贝多芬在这里展现了他对于情感的细腻掌扣 人不禁想象自己漫步在月光下的湖边 心中充满了既平静又复杂的清感 然而当你沉浸在这份宁静之中时 第三乐章突然如一阵风暴般席卷而来 这里的音乐充满了激情和力量 彭博士贝多芬在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静的夜晚 人的内心也可能藏有澎湃的清感 这种强味的对比正是月光奏鸣曲吸引人之处 最后如果贝多芬真的有机会在社交媒体上与我们互动 我相信他会非常享受看到人的如何被他的音乐所感动 并以各种创意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爱 并以各种创意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爱 毕竟即使在今天 他的音乐仍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夜的宁静与激情中找到共鸣 总结来说 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是一幅壮观的作品 不仅是一个视觉盛宴 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故事集 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神圣的地方 幽默和人心的光辉也是不可或缺的 哈姆雷特则深刻地探讨了人心的矛盾 道德的困境和生命的意义 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不仅毁了自己 也毁了周围的人 所以下次当你面临重大决定时 记得不要学哈姆雷特犹豫不决 可不是什么好事哦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则是夜的静谧和激情的完美结合 它让人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中 同时也揭示了人心中复杂而澎湃的情感 贝多芬的音乐不仅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也能够引起我们的创意和想象力 亲爱的大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这些作品有什么看法或问题呢 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